第58届金钟奖 昨天晚间由节目类奖项 拉开了序幕 重头戏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由节目综艺大热门拿下 这也实现了吴宗宪、Lulu 和陈汉点三个人一同上台领奖的愿望 而陈汉点出道有18年 是首次夺奖 她红了眼眶 综艺节目奖则是由胡瓜所主持的 最强综艺秀拿下 她感性发言自己将永远退而不休 曾国成则是三度拿下了 益智以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三王一后就奏在台下 福禄受席 入围17次的诚歌 哇 好棒喔 18次的桃子姐 19次的献歌 还有20次的瓜哥 三王一后齐聚K场就秀出 惊人战绩第58届金钟奖 节目类颁奖典礼 20号晚间登场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综艺大人们 听到唱民激动喝彩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由综艺大人们吴宗憲 露露 陈汉典 共同拿下 吴宗憲更加时间 留给户备 我是白饭 所以交给我们的煮菜来讲 这个奖真的很难拿 他算是我出道的陈年礼 陈汉典感性道谢 露露也一度红了眼眶 激动心情藏不住 而主持人陈亚兰 刘品妍带来的串场 中途却出现小插曲 妈妈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 妈妈来 过来 陈亚兰迅速的帝国麦克风 被夸张神救援 接着也颁发死亡之主 抑制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由曾国成的一字千金拿下 这也是他六度获奖 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则是由王伯月拿下 致辞时他更感激落泪 最后节目最长综艺秀 则是拿下综艺节目奖 扩奖入围给予强大肯定 也为电视时留下紧点画面 只有杨切好王一婷 台北报道